親愛的骨肉同胞們 朋友們 香港的父老鄉親們 整整20年前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 在長安街 在北京 在中國 鄧小平動用了20萬正規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 幾千人被屠殺 幾萬人受傷和做監獄 我親愛的骨肉同胞們 我們大家都知道 到今天為止 死亡者尚未安息 凶手尚未積拉歸案 1989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 在六四的槍聲中被鄧小平槍殺 但是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精神 依然活著 今天 我們站在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上 我們一起參加 有十年會 有十年會 李修文 舉行了二十年的珠光晚會 這是1989年 天安門民主運動精神 不死的民眾 這是偉大的香港人民 追求自由 追求自由 斥檢自由的民眾 香港是全世界的驕傲 它是全中國的驕傲 因為香港有珍愛自由的人們 有維護自由的人們 這塊神奇的土地啊 這塊土地上珍愛自由的人們 全世界 而且熱愛自由的人士 都得關注你們 也得深愛你們 今晚 我們與悲痛的人 同悲痛 在這悠悠的珠光裡 有白髮蒼蒼 愛母親的淚水 有英俊壽年的鮮血 有花季瘦女 美麗的欠援 有兒童的驚傲 也有若人的哀愁 二十年前的那個晚上 我爬墨在溫熱的長安街上 見到那座大圖上 今晚 我們與悲痛的人 同悲痛 我們祈求 萬難的 慈愛的上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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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愛的香港同胞們 幾百門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參加者 他們得到過你們的愛和幫助 今天 我有幸 站在這塊神聖的自由的土地上 我 我也代表他們 向你們自己衷心的感謝 親愛的古肉同胞 是感謝 永存於心 永至不忘